大家好 10月2号做了一期视频 我的标题就是 十一长假你在哪里 富人旅游穷人加班 一共6亿人次出行 一旦出现病毒感染或者疫情爆发 根据现在中国政府绝对清零防疫机制来看 你中国政府如何处理 你还是要就地方程 还有就地隔离 还有全员核酸检测 我当时的标题就是这个标题 果不其然 一语成谶 现在是10月3号 现在是新疆伊犁突然爆发这个病毒 而且爆发了疫情 这个是由两个游客 就是发现就是感染 而且是无症状的感染 现在就是新疆伊犁 现疫情 游客暂不能离开 就这个已经登上了这个微博的热搜 被困的这个游客是怨声载道 甚至有的游客 就是在将近零度的气温下 被困在这个车里边 就是动也动不了 走也走不了 就许多游客纷纷在微博里边发帖 指责就是当地政府 就这个政策到底 你们为什么要出这种政策 你们是不是有点懒政 你们现在个 你们现在出台这个政策 说白了 真是有 就是有一些 有些奇葩 你们这个 这个政策只能说相当有魄力 你们这些官员 那么根据现在官媒 这个 这一次这个疫情是爆发的在哪 10月3号 就是新疆伊犁州 霍尔果斯市 就在三天一次 就是常规的核酸检测当中 发现两个核酸检测成阳性 那么这个专家诊断为 也就是这次病毒 新冠病毒 它是无症状感染者 那么现在从新疆伊犁州 疫情防控指挥部获系 目前按照相关规定 在伊犁州旅游的游客 暂时无法离开伊犁 就当地正为这游客进行安置 针对这游客逗留在火车站的情况 工作人员表示说 目前当地正在协调 还有和火车站游客 为他们安排住处 还有食物 目前建议游客先就是找到住处 不要外出 进一步等通知 那么现在有的网友就表示了 就在伊犁旅游期间 遭到的疫情 走也走不了 对吧 目前的订好的火车票 都已经显示退票了 酒店说 他说什么 就是你们这些游客 要跟当地的人一起接受核酸检测 后续情况还不知道 我就说中国现在你根据中国现在的中府 这个就是绝对清零的这个政策啊 你这个不是一个办法 你现在突然发现疫情 当地游客啊 就是不得离开这政策 那个我就像我我刚才说 你们这帮官员真是有魄力啊 不让进还好说 大不了我不去了 对不对 你不让游客出来 已经到了游客不让出来 你这个你你新疆你有这么多的资源 你有这么大的管理能力吗 啊 大量那个游客滞留在伊犁 不仅产生就是额外这个计划外的这个消费 还要接受就数次的核酸检测 你现在就是说已经到了伊犁 你不能够出来这些游客 你如果上班的话怎么办 上班估计也要耽误了吧 对吧 你就算他们这些游客回到他原住地的话 你是不是还要接受 还要接受多次这个核酸检测 啊 你现在可想而知 你这个游客肯定是有怨气的 对不对 没办法 你这个中国政府 你这清零大于天 前一段我还跟你讲 就是说上海那个政策 现在正在转变 你们一离还在坚持这种清零 啊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 你们这两年呢 还是尽量就是少出门旅游吧 突发疫情 谁也预料不 谁也预料不到 你知道你到那个地方 他是像什么 就是他采取是什么样的这个策略 是采取上海那个策略 相对清零 你还是说像这次毅力 这绝对清零 你这次你看国庆长假 我10月2号做的一个视频 我还特地祈祷 就是说你现在如果疫情 一旦发生当地发生疫情怎么办 啊 你现在就是是不是 就是如何 你现在中国政府 你包括伊犁政府 你如何处理 你是就地封城 就地隔离 你裹不起来 啊 就像我说 这就叫一语成称 啊 就跟上一次湖南张家建一样啊 发现这个病毒了 就地都趴下 都不准 不准出 不准进 不准出 大家也都知道 有些朋友在微博上抱怨啊 尤其在新疆旅游那些网友啊 他们在微博里发帖 讲他们现在就是处境非常困难 但是这些帖子很快就被删除了 你看有一个网友 就是我截贫了 他写什么 今天觉得特别寒心啊 我们非常配合所有的防疫政策 但起码得有个政策吧 对不对 已经在路上堵了一天了 没吃没喝 没地方收留 只不过路过伊犁而已 完了 现在赶不上明天飞机了 退票还得扣钱 现在机票是漫天涨价 没有任何政府信息 他说我们这些出行的人 说不是不配合防疫 可是没有人为我们这个游客负责啊 我们现在在路上堵的已经堵到将近就绝望 现在就是外面的气温只有几度 新疆再美再多的理解都抵不过我们这种消耗 还有这个不安啊 没错 你也堵着吧 而且气温也降低 为什么 就按那个短视频里说的那话 回不去了 现在 更可怕的 就是说更是比较为难的是什么 就是那些在乌鲁木齐准备返回伊犁那些旅客 换句话说他们想去乌鲁木齐玩 或者是去乌鲁木齐办事 或者离开那些伊犁的那些 就在乌鲁木齐火车站上 已经滞留了12个小时以上 没有任何解决方案 现在乌鲁木齐不接受 伊宁也不接受 然后滞留的基本上都是什么伊犁人 留在这个乌鲁木齐 无家可归 酒店他也拒绝接受 全都困在火车站上 无所事从 没人管了相当于对吧 他说工作人员半夜还得维护秩序 他就想互相都在踢这个皮球 你退我 这不该我过 你去找谁谁谁 找到那边 防疫那边 这不该我过 你去找那个火车站 你说这也没有任何解决方案 他就写什么 赶快希望赶快出这个解决方案求求了 那怎么办 你这些贴的就都已经被删了 对不对 还有网友他写什么 这国庆节结束前能能让游客离开 我跟你讲你别想 不是这个不是说国庆结束 你能不能离开 得要看他们伊犁 还有他们 伊犁他们这个部门 他们下一步具体到底是怎么做 是不是要全员核酸 是不是就是封死 就是禁出都不可以 这跟你结束前 国庆结束前后这个时间段 没有任何关系 他还写 平时都是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的群众 如果配合特色防疫防控 丢了工作怎么办 这样一刀切 不让离开 真的合适吗 我那天在10月2号 做那个十一长假 你在哪里 那个时候 我不就说 你现在十一长假 你在哪 你最好的地方 就是去加班 现在他说 你看 这些网友还反应 他说目前订好火车票 都显示退票了 酒店说 我们需要跟当地的人 一起核酸检测 后续情况还在等通知 这些应当是在伊犁的人 你就一起检测吧 肯定是一起检测 那么好 还得就一起隔离呢 隔离个14天 然后费用你们还得自己出 你们国庆出去玩 玩怎么样了 对不对 还有的说 这个一里两侧 全将严查 一个检查站堵了两个小时 要查行 行程码 核酸 还要查这个登记 还登记身份证 没核酸记录的现场做 有问题的救护车 就等好了 就直接拉锁 好嘛 现在我就跟你讲 新疆对这个网络监控是异常严厉 现在网友在微博上删 就是发的帖子群里的对话 还有微信当中这个短信 都是被过滤 都是被监控 你现在这个病毒 疫情现在属于敏感信息 弄不好 你就会招致警察上门 甚至被罚款 被坐牢 我刚才念那些网友的反应 都是在微博上 现在都已经被删了 怎么 你现在一共6亿人次出行 现在你报出来的是新疆 没有报出来的 其他地方有没有 大家知道吗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 你去上海 你如果一旦有疫情的话 现在上海的 就是不同的防疫政策 发现一个解决一个 他不会就是像伊犁 像新疆这样 现在是伊犁爆出来疫情 等于整个新疆 他都会给你封了 对吧 你大不了 你如果没进去的话 大不了我就不去了 也就这意思 你进去了 现在就是离不开了 对吧 你现在不进 不让进 好说我不去了 对吧 大不了我不玩 我回去 扭头我找人了 对不对 你现在就是 不让游客出来 你下一步怎么办呢 你现在在伊犁 你被困的一共多少人 你要做 你是不是要全员核算检测 你是 无症状感染者的话 你是不是还有隔离 密切接触者 你是不是要隔离 所以我就跟你讲 在这个做这个国庆长假 上个星期的时候 我就隐约感到 肯定会有地方再报疫情 果不其然 现在伊犁就出来了 对吧 好吧 这段先到了吧 接着清零 啊